变得老大之后 他的市场很大 这些老外动不动就被这个给噎入 我现在接着讲的 就是荷兰也刚发生了一个事 就是荷兰宣布 要把驻台湾的办事处 这个升格 从驻台北办事处 改为驻台湾办事处 这又冒犯了北京了 北京又去威胁荷兰 但是国内有人写文章说了 说这回可就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荷兰是中国贸易顺差第二大国 还是第三大国 就是荷兰是买中国东西多 卖中国东西少 所以是中国在荷兰赚钱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制裁荷兰呢 中国是不是一咬牙跺脚 说从现在起 所有中国商品不卖荷兰了 你到底制裁荷兰呢 制裁自己啊 所以他这套手法呢 也不是说 这个动不动就拿进去制裁 能制裁人呢 搞不好把他自个儿制裁了 这是一方面 就恐吓于中共立场 不同的外国政界精英 还有一个些事呢 就是像强占公海 造岛 就是南海的那个造 公海上造的岛以后 射行的区域 小龙龄嘛 你稍等一下 这个河南这个事情的 完整的这个事情 这样就是说 原来的名字叫 河南贸易与投资办事处 现在把它改成 河南在台办事处 就把中间那些 贸易两个字去掉 就干脆名叫言顺 就是河南在台办事处 正式化一点 对 这么个改名的问题 是 我再说就是中国对周边国家 搞军事威胁 这我们都知道 这是经常有的事 最后就威胁到 前上个月 我们和小平 还是前个月 在节目里谈过的 这个中国建制 珍珠岛 中途岛 珍珠岗 到美国那去 搞军事威胁去了 这都是中国做过的事 没有一件是 这个旧的故事 都是新故事 那么这种行为像什么呢 像国际社会里的黑道 因为中共啊 过去从来都是这么干的 就做惯了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比方讲抗战争时候 新四军在苏北 和日军就勾搭在一块 这个和日本人搞了一个 互不侵犯协定吧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通过当时这个 新四军那个地下工作者 叫潘汉年 在上海 潘汉年还接受了 日本人的资助 为日本人提供 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 然后呢 中新四军和日军 在江苏苏北达成默契 就是共军去打国军的时候 日本人不出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日本人也太拼了 中共呢 还替日本人除掉国军 这些都属于中共讲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那么抗战的时候是这样 建公中共建立政权以后 也是如此 但是呢 你充当这种霸凌的黑道小霸王 你真能让别的国家 为你欢欣鼓舞 鼓掌叫好 就算有那么几个政府 心中这么想 他嘴上也不敢 不好意思说出来 那也是个丢国阁的问题 毕竟啊 人家的国家小归小 还是有国格的 他们也知道 中共搞的这一套 在国际社会里 是令人侧目的 让人看不起 让人蔑视的 所以中共并不是能够花几个钱 就能摆平全世界各国看法 这次就是个例子 要不然怎么会变成中国和外国呢 这外国都成了一体化的 对中国成统一战线了 就中国花钱 最后买的全世界成了对中国 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这个你看那戴旭 你也提到 他几个想不到里头 他就讲到贸易战背景之下 美国对中国出手之狠 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 表示同情和支持 这个时间线 我想指出来很重要 它并不是指 在这个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之下 是 世界就开始变成了中国和外国 实际上这个现象的出现在 这个 1月20号这个事件之前 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 世界跟中国 新的关系和新的认识 我这样理解 对不对 对对对 是这样 那么 最后一边